金甘全县的种植面积约220公顷 产量约1850公顿 占全国90%以上 产期为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2月 为县内重要而且具有特色的农特产品 为了提高金甘的附加价值 产品市场能见度以及果农整体收益 在中央支持之下 宜蘭县政府与宜蘭县农会及产区农业团体 观光产业团体及加工业者等单位 组成了金甘策略联盟 并且举办年度成果发表会 会中邀请了黎明国小学生 带来采金甘的歌曲 展现金甘食农教育课程的成果 宜蘭县农业团体现金甘食农教育课程的成果 有200多个 那么这个200多个这个当中 这个 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到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金甘策 我们也装这个金甘食农教育课程 高龙非常 这个辛苦 那么非常辛苦当中 我们冬良师啊 一再来辅助 我们这个高龙 和这个産业 来一直 来推销到 我们这个新的産品出来 刚刚那个小朋友的表演 大家可以听到 这万金甘 就把这个传统的文化 跟这个年轻的食农教育 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今年 也扩大到三家的一个 小学的一个合作 那当然金甘除了 刚刚有提到 除了现实以外 其实加工品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其实它是最主要通路啦 大概加工品 占了我们整个金甘的 大概有七八成以上 金甘策略联盟 今年的成果丰硕 不仅设计以五感体验 为出发的 金甘食农教育课程 在县内三所学校 来试办之外 也辅导县内 优良的密建厂 通过产销履历 加工验证 让消费者能够 吃得安心与放心 而此外 今年更辅导了 县内15家 青创店家 研发30种的创意甜点 有烘焙 饮料 冰品 甜点等等 让民众能够品尝到 南洋金甘的美妙滋味 也能够寻整 金甘甜点地图的脚步 来厂独具宜然风味特色的 金甘甜点青旅行 金甘是一个营养 非常丰富的水果 它是柑橘类 唯一可以连皮吃的 它富含有维生素C 跟这个类黄酮 所以营养价值非常高 那现在鲜食也越来越普遍 而且透过改良厂这边 把这些新品种引进来 还有技术的改良 所以我们现在鲜食吃起来 越来越好吃 我们也一直在推产销履历 希望带给我们国人 更好更健康的一个食品 热腾腾的 我们产销履历的加工品 在这边 对后面 那美元也透过这样子 提高整个收购价格 来照顾我们的农民 那同时也给消费者一个更好 更健康更安全的一个选择 金甘策略联盟 从去年开始 总共辅导了25家店内的轻创店家 开发30种金甘创意甜点 不仅金甘有无限的可能 以及创意想象 更让业者在研发过程当中认识金甘 提高店家的地产地销 作为常备食材运用比率 并且生产出第一批 从原料到制成 都符合产销履历标准的加工食品 欢迎大家多多到访选购 宜蘭新闻记者是世民 采访报导